找工作的环境太倦了 现在要待业嘛 可能每做一天 这种顾虑都会又增加一分 对中国的毕业生而言 2023年是焦虑的一年 没有迎来经济复苏 相反的失业率确实不断地高升 突破20% 高到让当局直接盖牌处理 这种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之下 躺平内卷的概念兴起 躺平指的就是中国年轻人 放弃努力 而内卷则是年轻人 为了不被环境淘汰 只好过分努力 但实际上却看不见突破 为了在这中间取得立足点 现在中国又多了一个 45度青年的关键字 说的就是 这些人既卷不动又躺不平 每次心里的豪言壮志 实践上行动起来 就根本没有行动 专家就警告 中国青年失业问题 未来十年可能会继续恶化 面对毫无起色的经济情况 似乎出现了资金出逃现象 中国今年每个月 就有大约50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 而这些资金很多 可能都流亡了杜拜 杜拜的房市受到中国富豪的追捧 因为对他们而言 在杜拜要获得居住权相对容易 英国知名房地产咨询公司 来访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九个月 透过来访在杜拜购买房地产 买家当中 英国人占比16% 中国人占比14% 排名第二 但其实去年 中国人才是最大客户 占比高达百分之二十三 排名第一 不过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也凸显了 中国疫后复苏乏力等深层问题 例如中国的房产市场 正在放缓 连带影响到的是 2024年对GDP成长的预测 日经新闻就汇总了 中国经济学家调查显示 中国2024年实际 国内的GDP增长率 预测平均值4.6% 不过国际信聘机构标普 同时也警告 如果房地产危机恶化 很有可能会降到 只剩下百分之二点九 但看看中国当局 面对高失业率 几乎毫无办法 甚至选择盖牌处理 最近更有知名的 中国经济学者李迅磊 在网路上发布了一篇文章 他说中国有高达 九点六岁的人口 月收入在台币八千六百元以下 文章一天内却被下架 从这里就能够看出 中国面对问题不积极解决 恐怕人民要摆脱 经济恶化的情况 还有的等 东京也不用心中的报道